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港股在最近走出一个非常差的一个走势 而且是穿了整个9个月来一个上楼空间的一个位置 并且是破了311以来一个本年度的一个最低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外围整个影响那个港股的一个消息面上 有希腊的那个债务危机和整个欧债的一个危机 还有就是美国的经济复苏是比较缓慢 再加上中国有央行不断的一个紧缩的一个措施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消息层面来说对股市上的打击最大的 其实就是整个的希腊的那个债务危机 因为现实的这个情形 对希腊的债务危机方面各个方面 比如说欧盟之间成员国之间的自己的协调方面 还有希腊就是政府和这个希腊民众方面之间的一个 之后的一个妥协 这方面都没有达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共识 再加上评级机构不断的调剃这个希腊主权债务的一个评级 对整个这个市场上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是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真的是出现那个 希腊这个债务危机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话 或者是甚至于欧盟直接放弃了希腊的这个 放弃了这个希腊的话 整个对于希腊还有甚至于其他 类似像阿尔兰或者是西班牙和意大利那些国家的一个 连锁的反应是非常的巨大 而且对整个金融 全球的一个金融链来说有很大的一个杀伤力 我们可以看到此次危机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而是一个2008年一个金融行销的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延续的一个发展 而且可以看到由于这次的这个波及的面更加广 远非就是当年就是AIA或者是雷曼几家上几家大企业的一个事件 所以说如果是出现 真的是出现这样大的危机的话 对整个金融环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不好的一个消息 感谢观看